入手 是的 你真好 好似的 這兩個不同的風格 玩具TV 第13季第2集更正 第2集 真是第2集 第3集 第2集我們未剪好 第1集是甚麼 第2集 你不在第2集 第2集 不要緊 介紹一下主角 介紹兩位主角 一個江洋氣好勝 一個完全給我感覺 超級英俊 有個韓星來了 如果你說 會不會TV多女性粉絲 殺光了 有甚麼要求 這裏看完 喜歡man的有 喜歡韓星的都有 韓星的有 大叔都有 好可否兩位介紹一下自己 OK 大哥先介紹 兩兄弟來的 Hello大家好 我是Vincent 我兒子Sunny 小時候十年 現在我們 一齊 搞了一間公司 沒錯 在這個玩具行業 入行做工業 在這個水味的時候 因為很多人都說 香港現在工業都已經 很多次退回來了 但我們趁這個時間又走回上去 你家族本身是做工廠 我本身家族也是做工廠 但完全不是做玩具行業 2015年尾的時候 就有一個機會 就認識了以前 Forses of Valor 這個軍事牌子的老闆 他就退休 然後他退休的時候 就有差不多一千六百多套模具 還有一個品牌 但是他當時就想在香港找買家 但其實都不容易 因為最大的問題是 他以前找過很多當中創作 就沒有了圖紙 沒有了所有的technical know-how 朋友母 文印資料 他曾經做過這些道菜 但是沒有了所有的recipe 就只有道菜的母 沒錯 而且只有一些工具 只有一個月餅帽 沒錯 你卻沒有了 不知道裡面有什麼材料 其實我當時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在玩具的時候 從事了幾年 就是賣東西的 我經常都在想 如果自己有一個品牌 發展空間會比較大 後來那時候 膽粗粗 其實到今天都沒有試完 一千六百多套 說上 到今天都試了 我想有四百多套 但是以前他的確做過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是一個香港的公司 真的不知道 就在Los Angeles 我以為是Los Angeles 就一起想個idea 去做一隻軍事品牌出來 其實可以這樣說 其實他除了威龍之外 他代表到香港 因為威龍就是做model kit 就是做拼裝模型 但威龍做拼裝模型 是做到 連田宮先生都覺得他 是有料到 田宮Chairman Esta Mia先生 Esta Mia先生 都覺得他是有料到的 吃飯都叫他 是厲害的 我想說 既然說 Esta Mia先生 是很friendly 之餘 他有一團很厲害的火 我想是香港的廠家 其實不只Dragon 他跟香港很多代理商都很熟 而且真的會 其實他年紀很大 但他都會飛過來香港 窮女的吃飯 是很nice 他今年86歲 兩年前 紐倫堡 因為田宮在紐倫堡參展 已經有五十年 他說 他就說 我參加今年五十週年之後 就算了 我就不再來 他說 我退休了 他是這樣說 然後 第五十一年 又見到他 他 他以前做Research 其實 我今天去做Research 例如有些人說 我去博物館做Research 跟他真的不能避 跟他當年 他當年是 他要做T34的時候 他買在旁邊 不是 坦克就沒有買 911他真的買 當時就是 初初第一代 911Turbo 他要做 他就買一架回來 拿完之後 拆散了他 跟著 就逐個件 逐個件抄數 抄完之後 跟著他就 發覺他不回賣 現在的東西 就擺在 靖江Head Office 你們去他辦公室 看 跟著他當時 打完六日戰爭 他就搭飛機 走去Israel 看T34 但他當時拍照 不是我們今天拿著 Smartphone 是呀 很多年前 他在當時拍完 夜晚飛林 就回酒店房 立即擺放 看看究竟合不合 不行 就明天再去補飛 所以我 根據我認識 他是一年 有很多個月都出去了 這裡做Research 那裡做Research 我當時聽他們說 其實很早期 日本的廠家 已經一起去 Bolvington 做Research 一班人一起去 他說 一個團 坐巴士去的 到倫敦 坐巴士去Bolvington 到了Bolvington 之後 他說 每個到五點鐘 就走了 我們走了 今晚去London 田中先生不是的 自己要求代理 他跟英國代理的關係很多年 Stay在博物館 一路流流流 一路的車看 差不多拆散 所以他做出來的事是很美的 其實故事是很值得別人學習 他以前無形 現在很多人玩是1比35 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1比35 其實1比35不是什麼 是他創的1比35 他當時 其實 五、六十年代 是1比32是盛行的 Aerphix 當年 但是問題 當時他覺得 他受到很大壓力 因為他當時做Classic Injection 他爸爸以前是做Wood and Don 然後他發現 不行 如果我32跟他練過 不夠他來 他就說 他就說 我們日本人的比例 是小一點 所以我們就不是 derive to 32 我們derive to 35 一開始他這樣做 人家覺得 你跟這個 簡直是異端 但是你不要管 他堅持著一路做 一件漂亮過一件 最後現在連外國都要玩 五、三、三、三 這真是厲害 這真是獨領襪頭 抵他 所以有一件事是 我們有時 在這個展會裡面 經常會有些人走進來 就說 他們想找便宜的東西 原因是日本人 他們是很強的 他們這種精神 很堅持 沒錯 所以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所以我見你兩兄弟 對於枱頭上的都一定堅持 當然其實本身 我們都叫Side Track了少少 變了是一個 建功的東西 雖然我都很 建功先生的粉絲 我很嚮往這個 topic 不過怎樣都好 我見到枱頭這些 我們可以繼續說幕後玩家 我們繼續訪問他們的東西 對 原形不露 我們都要分一分 而且真的見到枱頭 沒有理由捉到那些不脫角 怎樣去重複在枱頭上的筍物 可以 因為我們要分開兩個節目 我們既然都說了 那麼開心 我們就當是幕後玩家 就訪問他們 但當然鏡頭可以拍一些 我們待會會說的 原形不露 但我們繼續說 其實本身都可以問 你們成立幾間公司 有些什麼 我叫衝動 因為坦白說 你夠薑踩到這些 那些桿子裡 你沒有那團火 你死定了 而且那團火 要燒到你熟 才夠薑走下去 其實 舌機在哪裡 其實一開始 那時候 就沒有想過 搞那麼多事情 我以前就是賣玩具 讀書的時候 我朋友在Abay賣玩具 我看到他 他買玩具 自己又可以生活過 過癮 你知道以前是問媽媽拿錢 但竟然買玩具 可以自己賺到錢 原來我突然想起你 其實我也是 他開始也是這樣 但以前我接觸玩具 你知道以我的年資 是沒有辦法接觸到靖剛的那個級數 我只能夠去譬如山頭買遙控坦克車 但我當時的年代買的遙控坦克車 回到來是會著火 譬如那個電話 煮錯了 一按下去 嘩 你馬上會燒到手 我當時在想 其實是不是 當時我拆開 經常做 其實如果他不用我做 可能我今天是不會入這行 我就是因為經常做 我讀undergrad 是讀電子工程 真的engine 其實我讀engine 其實都是幾塊塑膠 很簡單的電子版 我也搞到 會不會自己做得到 這個就不要傻了 在觀眾面前 電視機旁邊的朋友就知道 真的不要那麼傻 其實是很難的 說真的 每一行那派人家煮碗雲吞麵 都是有它的know how 在這裏 什麼叫象人 我後來初初做過廠 就打算是 只是組裝而已 就模具在東莞做 朋友就找這個做 這個就找那個做 你簡單了 最後就搬到我們組裝 我便控制到quality 千萬不要仔 沒錯 這個你千萬不要仔 初初想得很理想 後來怎知道 做完模具的時候 你就發覺 咦 無具有可能 以前有個概念 做了套模 套模就出塑膠件 然後就出十萬件 就可以了 就賺錢了 對 有了套模就賺錢了 後來當時 我初初入行時 認識了尖沙咀 有些老牌玩具公司 有一個前輩跟我說 你尖沙咀哪間 有些廠 沒錯 他跟我說 他說 Vincent 他說 你不要以為這麼簡單 你別傻了 他說 如果你在我這裏做模 你不在我這裏背貨 套模裡面少一些東西 我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小枝頂針 他便出不了你 是不是 小舊東西 行位 小粒東西 走走走 他便自己會畫一下 我不知道 這些東西 那我當時死了 我心想 哇大哥 這就是行規 大哥 這樣我會有一個長期風險性 因為我做這行 打算做一輩子 好大劑 好 於是後來自己 又真的盲摸摸 走去又做 即是走去做了 注索 後來就 做完注索之後 又發覺 帽子如果這樣長期都不行 又想走去開帽房 這個又是另一個很瘋狂 因為我一開始搞模仿 我很多同行 以前那些人都跟我說 Wincent 他說你搞模仿 他說一定是粗口兩個字 鏡頭不要說粗口 鏡頭後面可以 沒錯 我們就說 我當時在想 其實 以前我讀書的時候 你知道鬼都經常說 It's not rocket science 他說火箭也是這樣起 為何你做不到 有多難 當時抱著這個心態 這個又是第二次 不要這樣想 是錯的 有些事情算數 Go with the flow 就算數 不要搞那麼多 即是當時我們在家裡 即是我們在家裡的時候 即是聽我哥哥提出這些想法 就是我們在網上 他瘋了線 我又想插一點點 其實弟弟為何會跟大佬一起瘋 是 其實事源 軍事玩具比較少 我一般來說 都是在模型店裡 跟他們說我們出這輛車 要下單 關於sales side marketing side 即是現在的分工也是這樣 是的 多一點是這樣 但之後就開始了這個叫做民用車系列 這個我的involvement就大了很多 因為我哥哥平時要管廠 管廠其實真的非常辛苦 是的 不要過你一動 你真的沒有好日子過 大家都說 如果想過好日子的話 其實就不要搞錯 交給大佬 其實當時我跟我說 我跟我說過 他說你搞什麼都好 他說你不要回去搞廠 因為他花了很多年 在廠裡撤出出來 才不做廠是主要業務 後來我又回去搞的時候 其實本身都應該是 可能世伯打好這個根基 或者令到你們知道廠的重要性在哪裡 所以你都逼於無奈 你都不能選擇 你都要回去搞廠 他跟我說 他說做廠不是讓人做得 他說因為做廠最難的地方是在哪裡 管人 他說因為是等於一條數學 等於大家都 比如中學讀的數學 是A加A的二次方加B的二次方等於C 但是是bracket 再有很多個variable 再bracket 再有很多個variable 再bracket 再variable 最難的地方是它的複雜性 其實你單一看一件事 廠和外面的東西和你做寫字樓 沒有分別 每天都會公布 但它同時間在同一時空發生 還有很多東西你未見過 就會很新奇 你們會瘋 沒錯 又很難 譬如為何一些東西出來合金 為何它會生起了個泡 會起泡 供應商說不會 最初是會的 對 公義商 不是公義商 拍心口 甚麼都做到 不是 初初我做的時候 我去東莞 其實最早在東莞找人開舞 當時我去到的時候 早上七點多 起床 然後坐火車 坐和系號去到東莞 我記得那個叫做楊總 楊總一見到我跟我說 他說 喂 你到達他的廠十一點左右 我說 我開始看了沒有 他說 喂 快來吃飯 吃了飯先 吃了飯先 你說楊總 你說什麼楊總 吃完飯後回來 飯氣攻心 然後 先吃飯 就是點幾 他說公平未上班 待會先 然後進去走馬漢花 看一點 然後他就說 沒問題 Wincent跟你說 今時今日 CNC 沒有東西是CNC做不到的 但我可以告訴你 到我入行幾年後 我告訴你 有很多東西CNC做不到 CNC有沒有做 是另一個問題 CNC的機器都是人做出來的 有很多工藝 你見現在 我們剛才經常說田工 為何這麼引人入勝 很多手工工藝 很多老師傅 還養著 很多技術 為何他做到 有燒罕文 為何他做到 裡面的東西 有一種 訪刑羅 這就是業內訪刑羅 沒有了 現在在香港 做訪刑羅 那班已經去完 斬叉燒 真的 香港其實 大家就會看 我們其實 八九十年代 甚至零零年之前 我們香港培養了一大班專才 真的專才 我們做武具 如果今天在香港 留在九龍灣 做武具 還在生存 那些就是最厲害 就是做出口武 人家可能有些最有名的 火車牌子 很多已經轉行 Sorry 但有很多 我一開始有一個師傅 教了我很多東西 你猜猜我在哪裏 在哪裏 一定不是香港 不是叉燒 不是在香港 在香港 甚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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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少男足球 真的 真的像少男足球 我是去按腳 跟我老婆 然後 我就拿著弓箭在那裏看 一路按的時候 有四十五分鐘 我拿著書在那裏看 他一直按按按一下 他跟我說 他問 sellers很想交 對 一路談 原來他以前是做武具師傅 當年還是沒有CNC 車樓刨磨轉 就走天涯 他說一個車床 把車床翻了之後 裏床又變成車床 然後一個裏床裏 裏做開口 这已经是当年黄金时代的香港的工商 你可以看到当时香港是多么强 真是自强 人家拿着一个机器 真是可以开档出去 摘东西 但工差是不比CNC差的 你明白一件事就是 车可以是法拉利 但驾驶的人是否会驾驶法拉利 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有这么多个书物家吗 你们知道驾驶AE86的故事改自土屋 土屋以前是在街上飞车 飞到人家觉得这个真的太厉害了 他说不如你 你落场吧 他就开始落场 然后玩全日本大赛 所以就是这样 土屋驾驶86 可以推一些拉利车 或者可以跟一些现代拉利车 那这就很厉害了 这么多个托海吗 我们很快炒食 因为刚刚讲关于少林竹架那个 其实有一位老师傅在我们吃吃吃粥 在九龙城一间很旧的粥 根本是电影桥段 吃吃吃粥 然后他就回答爹 没错 然后 没错 他就做合金 所以我们在做我们的脱架的时候 这个拖架的时候 他也给了很多意见 而且这间店也挺好吃的 我们吃到一半 有名的 法哥经常去的 吃到一半的时候 没错 下次都是带大家一起吃 他一定会肯请大家吃 因为尤其是做完玩具 做完这一行 他肯定很喜欢你们 我们上次就吃到一半 我们吃过一个 牛腩粉 沙丁牛腩粉 吃到一半我们吃了一些汁 他说 等等 给你一包碗 拿到我们的碗 倒入牛腩汁来吃 但是很好的人 没关系 我们这里没说什么买卖 我们说哪一间都可以 哪一间都可以 没所谓 其实就是添财记 添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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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年历史 一定要说自己是玩具迷 但是 我想问一下 你按脚的case 和这个食俗的case 两个师傅的下场 你们不会有些汗在敌? 有的 其实有的 但又是这么说 看你怎么做 你不要用1980年的造厂方法 去做一间2020年的厂 这个就是与时并进 是 所以我们今天里头 譬如今天 好像我刚才说的research 以前田工先生 他要 拍照 晒菲林 我们今时今日 我们去到 已经 一去到 数码 数码 3D scan 手机 其实拍照 为了各样的方便很多 是 那个资料 和今天找资料 你Google找到 你有很多东西 你肯去找的 譬如买书 可以去Amazon买书 是方便很多 所以其实应该 现今的科技应该 用我们的玩具的设计 或者成品 应该是会 绝对是 对 没错 没错 譬如现在我们来 未来三月尾会出 遥控弹劲车 在玩具展上也展示了 那天T72 T72 对 我去了 Bovinkton 找了他出来 他录制的时候 其实录制的过程之中 其实是有个learning curve 我一开始录制第一架 就是挑战者 其实我完全不懂 发生什么事 去到录制 带了一枝咪去 他一开车 后来我回到酒店一听声 已经不用听声 只是听到好像爆炸 因为他的引擎大声 你完全弄不到 爆了咪 爆了咪 一开始不懂 后来 有一次认识了 有一个人就是做电视的 他是做收音的 他就跟我说 他不是这样录的 他说 你要裂掉它 db要降低了 到下次录的时候 就开始 触摸声 究竟怎样出来 但是落路下的时候 又发觉又不是 以前田弓那种录法 就是车不动的 空波 空波 但是空波 飞油 出来又不同 因为你腹引擎 不背着磅数 因为你一架坦克 三十几吨到四十几吨 到Tiger 六十吨 我们后来 现在就 分析了一个最新方法 就是 要一架坦克车走 我跟着一架坦克车走 因为跟着它 追着来收音 很多有些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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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子 对 它转时的奇怪声 但是你 怎样可以令到一架 坦克在走着来 让你收音呢 上去 其实 那枝 现在的麦 其实也不是超级专业 你买一些 七八千元的麦 就是已经有这个功能 七八千元的麦 没去到最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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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枝 那你已经是 譬如可以 我想方圆是 五百米 连人家两个 两个家人在说话 你都听到他说什么 所以我其实轻轻跑 我跟着他跑 其实我已经收到 还有可以上他的台车 金德哥就是想问 为什么你可以驱使到博物馆的人 行开台车给你 试吧 因为 包含了 其实当时就是这样 我们当时去到就是说 看田工的目录 就看到他去Bolvington Museum 那我就上网又找Bolvington Museum 那你又去了 你知道其实外国是没什么 很大 外国和香港有少少不同 我曾经听过故事 少少 side track 在Bolvington創作者 就是帮Bred Pete Park Theory 那个人 他说当时有一个人 就去了博物馆里面 穿着牛仔裤 普通衣服 他说他当时买了一辆坦克车 但坏了 当时买了一辆坦克车 T34的 死尾 就坏了 他说不懂弄我在美国 他说你可不可以 传人来帮我看看 怎么办 最后一个人就去 他给了机票 这个人挺好的 去了西亚特 就去了他家 他去到他家时 他们送他去他的仓库 他进去发觉 这个是为不对路的 他说这个人除了T34之外 又有Spitfire 喷火 瘋了吗 最后夜晚 除了Spitfire Spitfire P51 Mustang 又有很多奇形怪状 全部都是最出名的二战机 他们的玩具 真的玩具 吃饭时就去了他的艇里吃饭 发觉为什么他的艇 下面有潜水艇 他说这个人应该 原来那个人就是Paul Allen 对 Paul Allen 对 外国人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特别价值 香港可能你要很难才能够到 外国不会的 可能随便碰到有个人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厉害的 但是你问 我们经常去的博物馆都是问的 都是不会的 那么你问 不过到这里 我真的承诺你不会 OK OK 我决定跟Dix商量了 我们一定会开一个 十辑的专辑 因为你很想说 那时候Alex 很厉害 是很辛苦 你说了很多做幕后的人员 现在辛酸和难度 你说到又要识识去吃粥 又要识按脚 识识给人按脚 你不用识按脚 其余之外其实你风趣而已 我认为过程里面有很多难关 没错 我认为 很感谢你 但真的太丰富了 我们可以再上来 还有带我们去吃粥 没错 有潜艇的船 没错 按摩脚 不要叫他加汁 什么波平屯那里 带我们去TV 我们都会喜欢 波平屯很有趣 他有时 在open day里面 他们会卖一些 军事的电影 里面用过的道具 我昨天在里面买过 这个很吸引 一只fury 那套戏里面 他们那些士兵 带过那只戒指 那个电影道具 让我买到 很便宜 10磅 我想我们 突然觉得 我们会成为一个知己 玩眼之鑑 一定会跟你们去 但因为时间的关系 暂时停一停 我们出去旁边 因为要讲你们 辛苦拿上来的 产品 尤其是没什么机会见到的 好吗 我们几秒钟后回来 几秒钟的 Force of Freelers的 原形不露 谢谢 其实都是我们的 玩具TV第十三季第二集 今次请到两个重量级的嘉宾 同样 刚才两个都很重 这两个亦都很重 如果有看上一集 我不想在这里浪费大家太多时间 因为 桌上本身有两个完全不同风格的 是我的Cat 没错 真的要讲一讲 千万不要走开军事迷 是的 我们都照样 等哥介绍一下军事 然后弟弟介绍一下文用东西 这次带上来的 全部都是我们平常 不会展示出来的 其实我在香港的玩具电视纸上 从来没有这些 由金属 又这些售办胶的 给大家看 很多谢Wincent和Sunny 帮我们这么辛苦拿上来 因为做了四天展览 还要晚上 招呼这帮蛙鬼 谢谢你 这几架是未出的 这架Stump Tiger 没出的 Tiger 1也未出的 不如跟我们讲一下 逐一架讲一下 OK 不如我从Tiger 1开始讲 够classic的 这个很classic 这个就是以前 Unimax Tiger 1 这个 Forces of Valor 就是2003年 它当时出 其实这架当时出 都很多人喜欢 为什么呢 它有一个最大的分别 和无形 不同在哪 它砌好了 噴好油 那当年 2003年 国内仁工便宜 就做了构法 但是它设计的人 其实很厉害 我到今天都未找回 他是谁 如果镜头前 认识这个人 叫做Ron 可以介绍给我认识 他很厉害 他想到 人人做坦克都是直不甩的 他们就不是的 特意做到全部有些 curve 就是因为有些金属 金属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其实我们 你的TV都经常说 很多不同品牌 喜欢的是什么 Atomica 喜欢的是什么 推车 合金 你有几个元素 车要推得 要有合金 要有重量感 还有要有互动性 你能玩得 以前FOV 为什么会吸引到一众玩家 就是它最大的地方是 它有所有元素 它连理带 这里合金 这里合金 就是斜面 看面合金 条理带就用PVC 但每个车都能移动 这个车就是我们后期改了 前期车就不漂亮 但是 其实海上无如虾大 他当时没有人做到 一架这样的成品 只有他做到 于是他也有很多客 我们takeover了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发觉 车不对 因为车真的差很远 于是就改了车 就打算改完 接着就出 谁知出之前 我们现在在周围 很多粉丝 一帮斯介绍出来 他们就说 其实自己也知道 就是说 你的炮塔 是错的 因为 以前 其实考证就是 做每一个模型 做每一架 坦克车也好 其实 他们的公司做它 就好像一个艺术家 画一幅画 你是对 一件事物的 subject 有一个impression 你用你的手法去画出来 所以 为什么在市场里面 可以有academy 可以有 可以有日本那么多公司 去做同一样东西 为什么都这么多人买呢 因为每一间厂 都有每一间厂自己的独特的风格 和特性 他当时我们做完出来 就发觉 炮塔面 其实以前就不对的 因为 Tiger的炮塔面 是 是asymmetric 左右不同 unbalanced 没错 它很有趣 其实这里是正的 但是它 一进到这个位置 基本上是 因为当时做出来的工艺 机器 令到它的屈曲 有些asymmetric 后来历史的人 看了 这个才是真的 模型厂商又再出 如果我现在搞了那么久 该买这架Tiger的人都买了 如果我还出这架 他们的心里 里面一定觉得 那我都买了 为什么要这样买 但问题 又很难 为什么呢 你买了这个品牌 你 投资者又骂 他说 你没有搞那么多东西 你知道投资者不懂玩具 他说 懂得泵水 和收钱 他说 你这样搞 他说 别人知道是Tiger 就可以了 但问题 你知不知 我们玩具展 出到去 很多人是很懂 你里面 说到 很多人买书看 他知道的 他知道的 你真是说 玩得 战车 还要是一二战 那些 不是瘋就傻了 他会和你逐个螺丝去称 于是我们后来 就想 不是 都是不行了 就要全隔 重头再做 于是 这个底其实是新的 就拿着这个底 重新做过面 但做过面的时候 如果他既然有互动性 好玩 今时今日要做仗争 我们改了这些东西 和以前工艺上有不同 以前的炮管 新合金压出来 压出来的 所以 压出来的任何东西 一定有条合模线 有个part line 你在一个圆体上打磨 打磨是平面的 你在一个圆体上打磨 一定是那条东西 就变了有个平了的 视角上人的眼是很厉害的 一看就看到 而且你做上色 一上色 现在炮管就改成 是车出来的 就是圆的 第二 就是 我们现在做了有partial 就是有内拢 有少少内拢 那条炮管是联动的 其实有炮 跌下来的兜兜 是联动的 还有这辆车Tiger很有趣的 任何玩过Tiger的朋友都知道 是很喜欢把Tiger的围板 拆下来 很喜欢的 不知为什么 买了他就要这样做 我们后来就在想 与其拆出来 其实FoV曾经出过一个很经典 1比16 现在炒到700000 一架高价 1比16的Tiger 1 这么大价 有很多合金 他就有一样的做得很好 就是 他将 这个违反 拆得出来 我们当时回去 我跟工程师说 我说 想拆出来 你要做多些 开始 走一走未来 但我后来 我说不是 可以的 我可以的 我们就试 现在真的可以了 真的全部可以拆出来 为什么拆出来这么正 因为当你留意Tiger的历史上 没有一架Tiger进过战场 是全部围板 会留在 要么就有这块 要么就没有这块 要么就有这块 这块真正正的战选 大佬 这块真是 很容易会掉出来 震下震下 但是现在给collector玩最大的好处就是 他不需要再找别人回去 代工 切出来 现在就本身 我就可以 拆出来 由于今天展览 另外的围板 漏了在另一个地方 全部拆出来 但是 我们为了 他再仗珍我们 我们这个模具里面 开了两款 一个就是直不离 一个就是 好像他那样 软软软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你的车初初出厂的时候 是一定是直不离 但是去完战场的时候 是弯弯弯弯的 如果我们现在出的思路就是 所有的东西 一定是有 时间 地点 人物 那个时间地点人物 譬如如果他当时 他present给希特拉看的时候 他是直不离 直不离的时候 你不能够用弯 但是出去打完 洛曼帝的时候 就弯了 所以 玩家就可以很轻松自己 喜欢怎么玩都可以 最大一个feature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 FOV的最大feature 这些软软 全部都要推得到 这个是真真正正的玩具迷 最重要的东西 推得到之余 另外 里面其实 有 有小独立避震的 有些假的Torsen 都是算Torsen 你按下去的时候 你有一点 不会拍声 没错 不会拍声 那些链用了 Polycarbonate PC链用 是很硬的 和现在我们 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以前 都有engine 但是以前的engine 就是 有点取巧 这副都是我们3D之后製的 这个也不准敲 以前 不是 这个新製的 以前那副航软软 只有面 没有什么 detail 假扮有的 现在就不是了 他们share同一副 现在的engine 其实是整副在里面 拆了顶后 整副engine 可以拔出来 有的 有的 是full engine 你买外国品牌 你full engine 要另外付钱 但是我们 为了品牌 你复生 你的餐厅已经十年 没有人去 你再想有人去做旺 你一定要 合本 一定要大块 可能要多两粒牛丸 或者送杯奶茶 美丽在那里买 今晚其实 我很难舍位 因为有个专家 兼他的presentation能力很高 人就在winson 我要表达身份 是 其实我是二战军事迷来的 是 小弟设计的 小弟设计的 先查一下 小弟设计的帮手设计 一比一四四 曾经在日本得过奖 没有人知道 哦 一比一四四 一比四四 Methoch Methoch 原来 我帮手做 原来不像 监修顾问 是 不要说 但是我是想 不是认的 我是想多谢你 给你收 你两件 没错 这些真是很认真的厂家 我看到 他们那种火热 是能够将这个品牌 或者将你自己公司 带上了个高峰 因为 没有 没有生意佬 没有厂家 会像你那样做事 是 不计成本 是 但Connectar会很喜欢 我相信我 我衷心祝福你们 其实Facebook里面 在我们Facebook 经常有很多外国玩家 Facebook主要是他看 因为我都没有空 他经常跟我说 他说 我们有些人 真是在 例如法国住 有些 八百六七十岁 或者 都会用Facebook 走过来跟我们说 你出Tiger 你记住 出Tiger 你一定要出这种色 要出那种色 要出什么 中期认后期认 最痛苦的就是 你本身Tiger 也有分 前期认中期认 后期认 还有很多不同 中旅 编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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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出名 其实因为这件事 现在可以透露一点 我上个月去了日本 找了 小林原文 哇 好厉害 你的肚子很重要 小林原文 认识经过也很有趣 这个可能 不是 很有趣 是写二战漫画 很出名 小林原文 如果你真的看二战漫画 日本是第一人来的 小林原文 我们现在就是想 其实不是 每个人都知道 你刚才有些故事 但是怎样将这个故事 可以有些东西漫画化 把它放进去 我们希望之后 用小林原文 有一些画 就是 放进去 我们的包装 哇 小林原文 听到 其实我日本同事 一开始 他很驚慌 为什么 话说我在台湾 见到小林原文 我就见到 咦 这个不是我常常买书的 我原来是这个作者 然后 我就跟我台湾 不是不是不是 当日 其实是 谁帮我做translation 是 Ao Shima 青岛社里面的伙计 但他那个伙计 会说国语 和会说日文 他在四川读过书 我就跟他说 喂 你可以帮我和小林原文 说我想认识他 他说好啊 那我去吧 去完之后 我拿两个 我们这些车车给他看 他看完之后 他说 OK的 认识完之后 我日本同事 我和日本同事 说 我认识了小林原文 想约在东京见面 然后他跟我说 说真的 如果我是你 我是不敢这样做 因为日本是 着重礼 即是大臣级 没错 Sensei 他说很轻易跟他聊天 他说你 out of the blue 你去找小林原文 他说你知不知道 在我们的礼仪来说 其实是有点没礼貌的 但我说 喂 我说你问就有50% chance 你不问就是零 是不是 那便试了 试试了 试试上有很多 他们的本尊都是很friendly的 又插一插嘴 将来的封面会不会找小林先生 执币 其实他现在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他年纪都大 是 他说他有个工作室 里面 训练了很多人 他说如果你需要做封面 可以找他 但我们的封面就倾向 是 是用真 真相 side view 就拍我们的真相 因为我们现在 现在时间短 我们日后再说 我们找了一些 香港 做 这个军事 有名的 就帮我们做consultant 教我们怎样用生产的方法 令到 今天你在我们展看的 Yet Tiger 就可以做到这样的水平 因为 问题你现在要针对一个 就是 忙的人 或者 现在他没有空 但你很喜欢的 你真的拿不到一两个钟 每天出去砌 还有一个就是 你砌 我当你砌了你花六十个钟砌了 砌得很漂亮 如果你小朋友过来跟你说 爸爸你可不可以给我看看 你怎样回答他好呢 给他呀 他隔两个钟之后 变回无形 还是你不给他呀 他就生你了 我们这个特别之处就是 他合金 即是他很硬正 你给小孩子看一下 你跟他讲一下历史 其实二战是牵涉很多 噴射机都是二战里面 后期的斩密 后期的斩密 你可以给小朋友 你跟他说 这个炮 其实原理就是这个原因 为什么炮里面有线 完全是促进亲子的关系 是的 是的 其实是有这种东西的 所以其实我们的产品就是 其实有个互动性 你跟你的小朋友 或者你跟对象 你是可以 今天我举了一个例子 给我们有一个客人听 我跟他说 我说 你可以和你家吃饭 开不开心 他说很开心 我说你可以和你家拖手 他说那不用说 他很开心 我很喜欢这个比喻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是的 我今天也很开心 其实我认识了一段时间 但不知道原来你是那么 火热 那么狂热 我知道你两人很年轻 但是我应该年纪比你 我们这些真的是军事迷 不是好 你只是想象中的那些 六七十岁 你有一百 我就是这个 但是想不到你两个那么年轻 他对这种产品那么专业 我觉得是很有机会 当然中间还有很多困难 没错 不如再说一下 除了这个Tiger 1Jud 很多人赚正 但是Storm Tiger 那些 我们拍一拍 Storm Tiger 这次有个特别之处 是有内容的 有内容的 我们做了一下 就发觉 不是 其实不如 做内容出来 就是电 其实这边可以开 正常的 这边可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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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后来就找到一些 因为这家东西是在波兰 波兰很多书 后来就说回它 给我们知道原来 德军以前出了一个 Documentary 教别人 怎样将这粒蛋 因为那粒蛋 很大粒 那粒蛋很大粒 38cm的那粒蛋 将那粒蛋拌入车里 那粒蛋其实是很大 我看看 这个真的不知道 这粒蛋就是这么大粒 其实现实世界这粒真的蛋 我在德国的Musstern Museum 就见过 这粒蛋就是这么大粒 这粒蛋那么重 如何拌入车里 以前就要出个Documentary 教别人怎样拌入车里 原来的完美就是怎样拌入 完全在现 它就在地上铺了一些木头 然后两个人 一个开头一个开尾 将它滚上来 这里前面有个东西 是点火的 就不放上去 否则爆了 是不是 然后有两个人就站在这里 握着一个crane 手动crane 就吊它 一路吊到上来 好了 然后就转 然后这个hatch 其实整个都可以打开 我们后来就发觉自己做错了 这个第一次试骸 其实我们正在改了 这个hatchard整个打开 打开后就在这里 将他吊进 吊吊吊液 然后里面有几个pullet 放后里面还有一个crane 因为它很重 里面可以放12粒 其实这辆车 历史上可以放14粒 何謂十四粒 十二粒放在這裏 一粒放在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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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下十四粒 我們為何可以拆掉 後來我們不讓你看到裏面 你無法觀察究竟發生什麼事 於是又走去多開幾套帽子 就做到這裏 如果不開這裏 裏面就浪費了 其實本來是想過開這裏 但開這裏有個難處 開這裏 出帽也很難 變成有些取捨多 始終在模型方面 Winson 你做產品已經是105 有些是95分 為何要提過 因為這個最後產品大概加價多少錢 其實我們現在平時三十二是那裏 那裏就是五百中的 所以很多觀眾和客人不知道是這麼正的 要真的買了才來體驗 其實之前我們已經介紹過兩架 但那兩架就沒有去到那麼複雜 你現在去到港華街有些carry我們產品的店 你見到有地台 然後坦克有地台 有公仔 我們介紹過的 那我們這架就會貴一點 這架應該真的要七百多元 因為有了那麼多東西 那都是七百多元 然後就會有四個兵人 就是我剛才解釋的四個兵人 有四個兵人在做那樣東西 在做那些姿勢就是這樣放下去 然後這枝炮特別之處就是 它最高是可以去到那麼高 因為這枝炮一射出去的時候 我每天帶一些照片上來給你們看一篇書 一打出來的時候 那個煙 這枝是叫做Anti-Fortification 是打超級城堡 其實這枝不是用在陸地 這枝是初頭用在船艦 用在戰艦的這枝不是一個普通東西 但是當時德軍就很creative 將它用在陸地 沒錯 一排空派用來打 沒錯 你知道為什麼這枝車要做到這樣嗎 話說當時很多Tiger出車 打就失去了 就維修回到來 但是當時也很講成本 回到來維修 如果我拿著底 通常底都沒有東西 都是免難的 如果我回到來維修費那麼貴 我又要將它做到又要有炮塔 又要那麼多東西 就很貴 於是當時他們就想到有個方法 不是啊 不如做這些case made 燒汗就搞定了 裡面就放大東西在裡面 他就可以在後面 你有你在前面抽 做飛擊炮 沒有在後面放好弓箭 後面就是高射 想不到你也是軍事迷 生產上你也是很專科 我們裡面會包12粒 哇 不給你14粒 好了 我們真的要跳一跳 因為我們要跳一跳這一邊 因為這一邊 這個是你們新的系列 我記得兩三年認識你的時候 就整輪都是軍事 現在你 你弟弟 是否走來踩高界 是嗎 是 少少 少少 這個讓我講一講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話說 初初就做這些 是啊 但其實 我弟弟跟我很小時候 其實香港個個都去玩TOMIC的車仔 是嗎 耶 我們小時候就住在人夫車行旁邊 美夫 紅胸 每一天上學之前 就經過零件部 是呀 就見到 零件部當時 它是很吸引人的 有一個玻璃櫃 然後裡面的玻璃櫃 就放了很多模型車 那於是那時候 我哥就買了一些模型車 我就去 我就去玩他們那些 一輛坐在那裡 很大輛BANG的車 給小朋友 對呀 給小朋友 對呀 順便弄壞他的車 所以這個就是 亦都是你同年的回憶 於是現在就 想做貨櫃車 但今天見到我們展覽 其實我們沒有拍到的 其實你中了一條紅帥的入口 是呀 哇 多震撼 對呀 沒錯 好 講講這系列的新系列 是的 估計整個系列 什麼時候會見到街呢 應該其實這個系列 有 現在貨櫃 就試了沒有了 就是product來的 這個我幫我第一次試了 然後 然後車架呢 就是 又試了沒有 那個輪胎就昨天試了 那個橡皮胎 那這堆呢 就應該三月尾就OK 但是問題我們要等到頭 因為重點就是 車頭 最難的 沒錯 沒錯就是 那個頭 這個頭就應該 四月尾就會 即是開始試模 搞上了些生產東西 我相信 盡量 我們想在五月尾之前 最緊張的官方 這個範疇都是1比64 對 沒錯 因為我記得去年我們去玩具展都有訪問過當時的玩具展 但去年所有東西都是3D彈 對 以他們的個性和兼執一定是要搞這麼久 因為搞這件事的時候 Sunny和我一開始就說 不如現在反正我們都擁有這樣的技術 當然要再進步 因為在公司每天都看到這個拖駕 因為在公司每天都看到 每個都做製造也不知 因為我們在辦公室每天都看到一輛牽動車 於是我們又打電話去新日光 對 沒錯 我們是跟著新日光的架 直到它停下來為止 我們就跑上去問它 結果在輾轉之間就拿到新日光 對 介紹了就去新日光 原來新日光的賣架的人跟我們說 他很開心 為甚麼呢 他說其實我賣架賣了二十多年 你知不知我多渴望 我每天做這些 是很想有貨架放在家裡看 或者放在車前 對 其實最主要是放在車前 對 沒錯 他很熱心 帶我們去貨櫃場周圍看 周圍介紹人 周圍又跟我們說 他說你應該這樣做 很多船公司都是 有貨櫃船和很多貨櫃 因為小弟也是做過 14-150的貨櫃 是很多人會買的 這個貨架 其實我跟新日都覺得 表面看起來覺得沒甚麼特別 但其實他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在哪裏呢 話說我們初初做設計時 畫好整個 我們當時模具設計部那邊說 他說畫個人就畫了公子鐵 因為真是公子鐵 那些貨架 然後做模具那個 就跟我說 你這樣做很麻煩 你又要行位 他說你不如前頭沒有算數 你做Smooth就算數 這裏是平的 後來我們又回到香港找 我們找Eddie哥 Eddie哥就是 新日港香港的代理 沒錯 他跟我們說了一句 他跟我說 蛤? 他說武功鐵 不是貨架來的 他說你不是模型 他說你不是做模型嗎 他說你不是做模型 沒錯 他不斷批評我們 其實我們都很不服輸 待會可以在講一講 為何我們有時拖這麼久 結果我們就說 好啊 做公子鐵 來啊 做 好 那就試了 試了很多次 發覺套模都有問題 因為他入水很難入 因為那裏很薄 因為你有行位 見後 在那個時間 那個時間 就被我們遇到 剛才我們所說的 添財記 是的 裡面的高手 添財記八哥就跟我們說 我跟他聊起 他跟我說 喂 他以前都做大卡車的 我就把所有圖放進去 一邊吃粥 是的 嘩 好帥啊 這個真的抵到爛 一碗粥 跟你搞定 TELICAL BLOB 對 沒錯 然後 我們現在試到 就是公子鐵 我們很多人來看過 反應都覺得正 因為他說 既然你是這樣 就一定要是公子鐵 對 還有我們做的 另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用一些材料 我們就是 很脆弱的那些 就用PC 正正常上那些 就有些用ABS 譬如Tai那些 PVC CPE 對 對 那變成我們用不同的物料 出到來 該要有銀的地方 對 因為他現實上 這個真的是防撞架 對 防撞要有一點彈性 對 至於這個櫃呢 押身而之後 你可以說說 門那裡 對 因為其實 我很喜歡這些貨櫃 其實我們有買 我有買自己玩家 我在淘寶內 都買了一間 但問題是 其實 如果 整個全金屬 如果門是金屬 這裡也是金屬 全部都是金屬 其實它有壽命 鶴位有壽命 你可能開一百次 二百次 這樣 那它可能 就已經 會咬柴 爛爛爛爛爛爛 但我們為什麼 這個位置要做PC 我們逐一逐一解釋 那些材料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裡做PC的原因 很簡單 第一 這裡可以咬的 可以咬到這樣 第二 還有 這個 有位 我們的 Protential的買家 不是 他會買的 他是買家 他都問 其實你這條東西 會不會很容易斷 你看到這裡 這個位置會不會很容易斷 大家做了示範 我真的 幾塊薑 你看到完全沒有事 有一條影片之後 可以再上來更新 但又可以拿貨物 怎樣 因為它本身是一種很強 PC就是一種很強的膠量 沒錯 它很有銀力 這個 說真的 就是有廠的好和不好 不好的地方 就是好頭痛 每天都頭痛 但是好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控制到 它們用的材料 是好一點 例如你看著它 一定要把新料放進去 重複是看著它 不是你代工 有時候有個麻煩 就是他跟你說 我們可以上太空 對 沒錯 我們不是坐車嗎 對吧 人都瘋了 我們可以嚴格地選 究竟我們要的材料是什麼 例如用奇美料 台灣奇美料 就是奇美料 然後 我解釋櫃 為什麼要用塑膠 因為其實 其實Dye Cast的原因是 第一 你要拿上有金屬的感覺 有一點點凍凍的感覺 第二就是 你要它重 其實我們為什麼 底部都要做金屬呢 就是為了重 但是為什麼這裡要做這樣呢 因為我們要做透明 我們要做透明版 因為我們要做透明版 才能夠Display 為什麼要做透明版呢 因為你沒有理由 給五個水 例如買一家 他買了 你買了Fur F40給我 F40炒價 F50元 當時 我都很漂亮 都不捨得拿出來 經常藏起來 我們那天就在想 如果我做好櫃出來 我拿它進去 但我又看不到 你看不到 然後我放回那個盒子 不好意思 你永遠生日 這個好玩 你防塵 但你防塵 你放進去 你關掉櫃門 但我以後見不到 其實沒有意思 那你做透明版 你做透明版 那沒有辦法 你一定要做塑膠 但是 但是因為很多 就是信眾要求 大家都說 其實你為什麼不做 全DiCast 為什麼不做 所以我們之後 我們之後 都會做回 但是這一款 有另一個Version 我們會做回DiCast 但是 你又不要說 因為DiCast 然後就說 放棄這一隻 因為這一隻 它的性價比很高 因為它 賣街的價錢 都 還沒說 可以 你賣別人的廣告 還可以 這架 到時 它會是59元 一定 啊 我們 港幣 你想一想 一架 整架 這樣要多少錢 如果這樣 一架 不如你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平時 在樓下見到和記物流 和記物流 很棒 其實這架 可以說 我們抄和記物流 和記物流的人 他經常以為我在那裡拍照 他見到我在那裡拍 他終於有一次問 巴斯問 其實你拍來做什麼 你拍來做什麼 他以為我是想投訴他 你拍什麼 因為不能開車 我拍的 因為那條街不能開車 他只是想投訴我 我說我不是投訴你 我想拿一個數據 最後我問他 其實你這架車不動 我可不可以踩上來拍 他最後就讓我踩上來拍 我可不可以踩上來拍 其實認識之後 很多大哥 發覺是很friendly 是啊 你只要跟他說 我們做好之後 之後會 正夾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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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上來 立即上來 然後 我們盡量控制到399元 哦 是 那你可能 你也知道 TOMETA 沒有天賜幾次了 TOMETA 講完 還有TOMETA 沒有這麼精細 TOMETA 踩了100元 你待會聽他說一下車 很快地講一下 那個櫃 之後也有透明版 也會 也有一個普通版 還有我們這裏是有些鋼 這個就很感謝 我們有位朋友的廠商 這個TOMETA 它就給了 因為我們最初 我們是打算做這裏突出來 有些櫃套進去 因為正常 是的 正常是這樣的 但我們後來 我們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會在 我們後來 我們會給一顆釘 別人砌進去 砌進去 砌到它突出來 但是 當時TOMETA 他們就給了一個好的意見 不如你做下方突出來 我跟你們一樣 沒有所謂 你做吧 大家玩而已 他們都很喜歡玩 變了我們每一個 我們可以這樣 扣著 它又不是扣著 它是扣著 但到時噴油之後 它就扣得緊 新界貨櫃場 變成可以組裝貨櫃場 你可以製造個禮景 其實它扣著最大的好處是 我現在這樣駕 你有少少這樣 每天這樣 真的一樣 對 對 變成是 我賣59元 我到時會有些10個裝 成分 可能是說 為50元一個 我們真的想別人砌出貨櫃碼頭 因為 其實 你和Tiny一起玩 其實我真的想說 一句 不要生氣 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 沒錯 我知道這個Meme 現在已經是這樣 人不斷出 這一刻很多人在說 你給我一條銀行 Piota 說真的 這些不是貨櫃來的 我們沒有那麼多錢 沒有五毛去買貨的 反應很容易 還有有些人問 我也是想問 有沒有凍櫃 凍櫃 凍櫃 我們就要說我們的40呎長櫃 hiq 因為其實冬櫃一般來說 都是hiq 還有 我們拿了英國 一間專門做 RAC的公司 的license 那個人又很好笑 因為我就是膽粗粗 看到他有個網 問他 問他 你做啊 我求你做啊 你快點做啊 為什麼要透明櫃 因為你一個40呎櫃 裡面 其實你放 你放四架車進去 你放完頭那兩架車 你看不到後面那兩架 所以透明版 你會又看到前面那架 又看到後面那架 這個就是關於RAC 是 為什麼要做ABS 第一 剛才我講完的那一堆好處 最後就是因為他的價錢比較便宜 大家就可以砌 就不是比較的 因為我不想做到 以前他有一句成語 叫做買 是不是獨還是熟 可以糾正一下環珠 他意思就是說 鄭國裡面有個人 他買一粒夜明珠 他買這粒夜明珠的時候 就為了boost那個sales 古代有marketing 做到那個盒 就很漂亮 但是那些人 就因為那個盒太漂亮 就給了一粒夜明珠 他要這個盒 其實意思是什麼呢 如果你的貨櫃 你說這麼貴的 我裡面其實放的那架車 是一架可能是 Ceosho GTR 我的櫃百多元 但我的Ceosho七十架 八元 那其實有一點點 勸奔奪主 沒錯 對 所以我們真的很想 別人可以砌到貨櫃碼頭 所以就是用這個 讓我們想用這個盒子 而且你必然會知道 那貨櫃碼頭 你建好了五行 五行 蛤得三個之後 如果你不扣實他 你 Ware & 什麼 你不是要加上那條交叉房那條帶 是啦 沒錯 嘩 越玩越大 所以變成是我們盡量想做到便宜一點 大家都有得玩 玩得多一點 要玩得很大 是啦 因為砌場景大家都喜歡 我們擺個洪水出來 很瘦 很平 大家喜歡砌場景 因為我去到展會第三天 我去旁邊對面做恐龍 我拿一隻恐龍油放在我們的洪水的場景 因為場景很好玩的 我才砌什麼都可以 無限想像 所以就想這樣做 好 講完櫃了 進一步 講講一下車 可能要開駕駛車 講一下車了 駕駛車真的很厲害 為什麼搞了那麼久 我盡快講 因為我們這輛車 我們是浪費了很多時間去嘗試越來越改 為什麼呢 其實如果有留意我們的項目的話 我們的項目下面是很多網民說話 他們網民說話的時候 他們很喜歡問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投足專箱 有沒有什麼 其實我通常我一看完 我寫完這些東西之後 我就會聯絡我們的工程師說 喂 有東西你做了 可以加嗎 變成很多東西 其實去到後面的可能是 排舞功又跳回來 又去學 新鮮又要加東西了 通常他們就會跟我大哥說 你叫他不要那麼煩 不要加 不要加那麼多東西 但我就說不行 我一定要加 我沒有了 我躺在地上 那變成了 我們第一 我們的引擎 裡面有耐籠的 OK 然後 然後 我們的貴身是有logo的 我們拿了ONE的 license 現在另外還在聊兩間的 這個引擎呢 可以拿出來 然後 然後我們 有了你們 我們可以有一個引擎架 插住它 我們還會有一個 做Display 沒錯 做Display 還有我們會有一個 汽車維修技工 市場上面沒有的 是一個汽車維修技工 我跟著市巴 也都可以 然後 我真的沒試過做直播 所有的煤 在哪裡買啊 多少錢啊 快點去安排 然後 前面這些部分 其實如果我慢慢拿出來 不是啦 你會發覺呢 夠啦 夠啦 可以拿出來 換電導件 可以換電導 夠啦 我們會出一個accessory 大家放心 一定很便宜的 說十幾二十元 有個accessory 我們可以把這裏 ABS的導後鏡 換電導 這裏換電導 沒錯 還有它這片面珠燈 其實如果你追蹤我Facebook的話 你們可以看到 我們有個Prototype 已經被人看了 它面珠燈這個位 都可以換電導 可以換電導 還有下個燈當然是透明 Standard 因為TLV 都是透明的 我們都一定做透明 還有我們的架 我們的架 它都是 這裏都有透明件的 純粹說回來 好了 然後呢 還有我們會有這個 頭續轉向 哇 你的底盤頭續轉向 跟你玩了 其實這樣 其實這樣 頭續轉向之外 因為大家都很喜歡推 但頭續轉向 推不到 我們加了一個特別的功能 這個功能就是怎樣 它有一個架 有一個鎖 只要那個架 你一推到上面 就可以鎖 就可以鎖 然後你放鎖 左右可以擺 這個前無古人好似 我肯定 是 沒有廠的試鎖 沒有 我都覺得你們是瘋的 明顯是 你們這些 這些叫什麼 跟什麼的價錢 日本仔的貨 你明白嗎 你看看觀眾的反應 全部就是這些 就是這樣 因為 救命 因為我本身 我本身 我儲很多TOMITED的東西 還有我們的架 跟TOMITED是compatible 哇 你們這些價錢 還會買什麼 什麼 還要什麼compatible 因為我們 新日光是香港架 我們其實日本 就最大做架 TREX公司 找了我們 幫他做OEM禮品 其實這個就是日本架 我們8個月前 就去了日本去那間廠 然後你發覺他的架真是好 他就是人家的標準做事 朋友每一樣東西 用LODCAP 香港他們的連結 我聽Eddie哥說 他就我們這裏 這個連結的這個位 就是 他說不知哪裏產的 但日本那裏是德國產的 日本自己都不用日本的 要用德國的 日本整個不同的架 他好像和頸頭 這裏上了來 我們現在做了香港這裏 之後就開始做日本這裏 就給日本市場 但香港會有得買的 嘩 我又想又差多一點 大家其實留意 本身3D print的灰帽 它的連結是做得很美 這個3D其實是不美的 到時都很可怕 所以真的 他應該還會再打磨 再改善 因為 是的 但是真的 好多謝你們兩兄弟 這麼好 帶這麼多東西上來 還有還有 還有一輛都未講 可能真的不講 拍一拍他 為甚麼 因為其實觀眾已經告訴你 你們已經做到他們要的事 希望你開心 有人說想要司機仔 你可以想想 我們一定有司機仔 一定有司機 因為很奇怪 因為很奇怪 這個Sunny跟我講過 其實這個反而是FOV style FOV每一個產品都有 有人仔 是 Bandai 你那些Roboman 有駕駛艙沒有司機 怎樣 Yeah I love you Walker 但是去到這一刻 我真的要衷心多謝幾位 包括Era Carde 還有你兩位 Wincent Sunny 我看到你的誠意 我又要爆一爆你 其實我都出過貨櫃 但我都真的寫個伏字給你們 真的認真的 多謝 今集的Footflow 有兩家不同的公司 亦都有一個很同樣的特質 就是感覺到四位都是對於自己品牌的執著 以及怎樣求真 怎樣作為一個玩家的身份 去代入大家要些甚麼 其實很簡單 Bandai學一下 我給四個字 年青有為 我認親說的 其實我 我也是24歲 真的很好 我衷心希望你成功 我們這門玩家迷期待已久的人 這些廠家終於回來 Facebook的項目是怎樣搜尋你們 是Kiddle and Kido 這個是新系列 另外看一看是Forces of Vela 但你去Facebook就按F-O-V Hobbies H-O-B-B-I-E-S 沒錯 很快去查一查 因為Kiddle就是K-I-D-U-L-T 有N就是一個N字 然後Kiddle 因為其實我們是想用一個小朋友負擔到的價錢 Kiddle 最喜歡聽到的 他做Kiddle Kiddle 都喜歡的東西 就是這樣 我們會留下所有字 還有我相信當你看到這些產品 你們不會認錯 因為我覺得市面上是不會有這些產品 真的 很厲害 他會做裡面的 對 好 但是時間真的很慢 還有呢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很精彩的節目 他終於去到爆玩具是什麼呢 你叫了很久的 就是1比4 Ironman Ironman Mark Freed 下一次才來 下一次可以停一停 這部電話已經沒有電了 好 謝謝 好 最多謝 Winson 四位 沒錯 多謝Alex 多謝Ryan 拍到了 他們還在等 因為他們在廠家之間要再聊天 因為大家有很多交流 好 稍後見 好 稍後見 好 稍後見